如果你真的想不開要開台的話 你看到我們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開始串流 但是你還沒有設定所以按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到下面這裡有沒有一個設定 你把它按一下 進來之後左手邊就有一個項目叫做串流 目前OBS資源的串流服務其實蠻多的 包括各位常見的YouTube 然後像Facebook都有 那如果有玩遊戲的 Twitch這些也許比較會有印象 那另外像那個什麼DailyMotion 這好像是那個國外的那個影片頻道 就看影集那種頻道這樣子 其實蠻多的 那你只要選定好你的服務 比如說你是用YouTube 那把YouTube的所謂的串流 他會有一串號碼給你 金鑰打進來 這樣子 確認完之後 你按一下開始串流 你的YouTube上就直接直播了 那你一定會想說 YouTube的金鑰在哪裡找對不對 好我帶你 你就進到這邊來 YouTube進來之後 從右上角 你的那個人 他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創作者工作室 就從這個地方 點進來之後呢 在左手邊 你會看到一個叫即時串流 就是這裡 按下去 好你往下走 不過我真的很建議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先確認好你的狀態 要不然 到底是私人還是公開 要不然是公開 因為我不小心 我之前在剛開始玩的時候 因為我平常都是設公開啊 結果 一玩下去 有個同學馬上就要上問 老師你在直播什麼 還有我嚇一跳 我怎麼快就知道 因為如果你們有訂閱某一個YouTube頻道 你用手機上 或者是電腦上 他跳那個 訊息告訴你某某賊在直播 所以如果你要測試 先按一下私人的 比較不會 不小心 不該看的被看到的 好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金鑰 你應該知道我不能按這個 我按了我就 你就代表我的身份證了 你有這個金鑰 你就幫我直播了 這樣了解 知道為什麼他用信號的吧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號碼 Copy起來貼過去就好 那Facebook的Live也是一樣 它也會產生一個金鑰 你只要拿到那個金鑰 貼到OBS裡面就好 就可以了 這樣 會當網紅嗎 我不想當網紅 我已經錄很多了好嗎 你當網密 你當網密